而带博爾的作品 и想說,我身為一個創作者 除了端出一個作品 然後在餐館或是某個空間 進行展演 但我沒有為了這件事 而行動的話 對我來說很溺 就是,不要以一個作品為導向 導畫者跟一個團隊共通 我們在思考創作陪伴和創作知識的時候 那個支持的基礎點是什麼 我覺得可能不是只有空間這件事而已 它還有更多的面向是可能進一步思考的 巨絲這道端是一個由藝術行政工作者聚合的一個聚合體 在這一年裡面 我跟巨絲在討論、在諮詢的 不只是只有剛看到的派塞拉斯幽靈 還有就是我今年在不同的專案跟圖上面 有一些相關的問題都可以去詢問 身為一個創作者 很少是可以面對一整個團體的藝術行政的工作者 平洋計畫是一個很有趣 很有機的對話跟平等的過程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在實驗的一件事情 每一組別他們的性格跟需求不一樣 但我們怎麼在一個大的系統裡面去讓大家理解 為什麼我們提出某一些要求 就好像如果我們要在前置先把大家的工作習慣 建議起來後面我們就可以更有效率的 幫大家解決到最多的問題 在創作上 你在想什麼東西 那你想要做什麼 你想要怎麼去把這些東西實現出來 或者你沒有想要實現 那你的思考模擬是怎麼樣的什麼 我們先梳理好自己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需求 然後再去進行有效的溝通 這些溝通其實我覺得是雙向的 梳理好以後我們再來進行溝通 它就有更良性的一個工作關係存在 控制者在這個生態系裡面 就是說要具備什麼樣的能力跟藝術性的功夫 它是一個更像是朋友之間的關心狀態 但是它是一個靈性的關心狀態 比如說可能我們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可能那些想法是奧隆他們的一些想像 但那個想像是都是可以溝通的 某個程度上 是我蠻夢想成真的一個方式 那個夢想成真是 可能我真的想要做這些事情 我沒有因為一些場館上的限制 而被不能做 或者我因為一些怎麼樣的規矩 而我沒辦法做這些東西 我覺得這樣具是 最終對我們這些團隊或是藝術家來說 都是希望我們可以 問到我們自己說 你到底想要做什麼 或是你做這件事情 對自己的意義是什麼 還有它發表出來的意義是什麼 這個平台又提供我們很大的自由度 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就可以把你心裡面 就是你很想很想試的東西 但總是就是沒有辦法 有機會可以做的事情拿出來做 我們還可以怎麼去支持這些創意的產生 就是到底製作或是行政團 怎麼去介入到藝術計畫裡面 去產生一個社會性功能性的對話 我進可能去看說 現在大大的需求是我們 怎麼去辦公司的角色 讓整個環境它可以是 稍微健康一點 或是可以再有更多想像力存在 那我們就可以填補那一些缺乏的 這就是我覺得 我們可以在巨星教堂 這個體制裡面去做到的 我們可以在巨星教堂 這個體制裡面去做到的 我們可以在巨星教堂 這個體制裡面去做到的 我們來看看